前段时间咱们探了一次司马仪墓的宣王种 这个种是不是司马仪的高原灵 大概率不是 不过今天咱们不聊灵墓 说说司马仪本人 在三国演义里 司马仪是诸葛亮的手下败将 被诸葛亮打得避而不战 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对外窝囊 对内狡诈的形象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却能在晚年独揽曹卫大权 他的孙子让三国归于一统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到底算不算三国时期顶流的英雄豪杰 从今天开始咱们聊聊正史中的司马仪 不定期更新 司马仪出生于东汉光河二年 也就是公元179年 自仲达和内郡温县人 在今天的河南交作温县 咱们先聊聊司马仪的年龄和出身 大家看电视剧《新三国》中这张照片 看起来司马仪比曹操还老 其实曹操比司马仪大了24岁 差了一代人 大多数人对三国的了解来自于电视剧 往往搞不明白这些人物的年龄对比 我把东汉末年到三国中期的人物分为三代 这么一看咱们就有个大致了解了 和曹操一样 孙坚也出生于公元155年 张昭156年 孔荣153年 刘备161年 巡域163年 他们属于5060后 如果咱们从年龄上划线的话 他们算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第一代 诸葛亮是181年生人 孙玄是182年生人 都是80初 庞统和司马仪则是童年生人179年 吕蒙邓芝178年 他们属于七零末八零初人 咱们给他化为第二代三国人物 比第二代稍大一点的 比如鲁肃172年 周瑜175年 马超176年 法正176年 稍微小一点的 有曹批187年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 有刘善207年 姜维202年 司马师208年 曹瑞204年 诸葛克203年 用现在的话说 这几个人都是00后 第二代人除了孙玄 都被司马仪给熬死了 所以说司马仪的成功 长寿是一个重要原因 说完年龄 咱们再说出身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 朝代不断的更替 但治理天下的一直是士大夫 士大夫家族代代为官 形成了门阀 门阀士族的孩子 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长大之后 被征庇为官员 相反 寒门子弟不但受教育机会少 更少有机会进入仕途 能做个小买卖 当个小地主 就算不错了 而门阀之中 也有高低贵贱 比如家族里有人 位置太父 太位 司空 司徒 这个叫公卿 这个家族的地位就高 比如汝南元氏 洪农阳氏 其次 家族中有人世代做官 跨越的时间还长 这个家族的地位也高 司马仪的家族 就是这一类的典型 在商周时期 司马家就做官 之所以姓司马 还是因为他家在周代的官职 就是司马 到了汉代 司马仪的高祖 司马君是征锡将军 他的曾祖 一直到祖父 一直在地方做太守 司马仪的父亲 司马房更厉害 任洛阳令 京兆尹 相当于首都的市长 还有一种门阀中的新贵 他们靠宦官 或者外戚的势力 登上了政治舞台 很容易随着宦官 或者外戚倒台而衰落 曹操的父亲 是大宦官曹腾的儿子 所以曹家就属于这种门阀 而这种家族往往被前两类家族看不起 在豪门中处于鄙视链的最底层 所以曹操才要迎奉汉先帝 给自己请个大神 才好招揽人才 而人家袁绍振臂一呼 就能应者云集 天子在他那儿就不那么值钱 根本原因就是家族的地位和声望不同 刚才咱们说了 司马家连续做了一千多年的官僚 在东汉时期属于地位极高的大门阀 不过司马坊当年比较看好曹操 曾经极力推荐过他 曹操那时候只是个洛阳北部位 相当于区公安局局长 比司马坊差了好几个等级 那么司马仪为啥后来给父亲的下属曹操打工呢 难道开始就想夺位篡权吗 不是 他还是被逼的 司马坊一共生了八个儿子 人称司马巴达 其中司马仲达排在第二 公元190年 董卓控制了洛阳城 司马仪的哥哥司马朗 带着全家老小躲到温县定居 也就是说 司马仪在出世之前 一直在河南温县居住 年少时 司马仪就显得很聪明 有谋略 潜心学习儒学 得到当时很多大V的夸奖 比如南洋太守杨俊 说司马仪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尚书崔衍跟司马朗说 你二弟聪明又刚毅就算了 长得还帅 比你强多了 除了这些大人物的赞许 少年的司马仪还得到了老师的精心呵护 影川有一个人叫胡昭 自孔明是汉末三国著名的隐士 这个人跟诸葛亮一样也叫孔明 他听说军里有个叫周生的人要杀司马仪 各一般人就提醒他一下 让他注意安全就完了 可是这胡老师却亲自跋山涉水的去找周生 当然这周生可能不是人名 是一个姓氏 这个胡昭找到周生之后 不停的替司马仪求情 咱也不知道这司马仪到底哪得罪周生了 反正他还是要坚持弄死司马仪 结果胡昭就痛哭流涕 抱着周生的大腿不放 后来周生都跟着一块哭了 于是就放了司马仪一马 其实历史没有记载司马仪的老师是谁 不过咱们看司马仪两个儿子的名字 一个师一个招 师招 估计这个胡昭是他的老师 看来这个胡昭是真爱他的学生 而司马仪也非常感激老师 曹操曾经想征辟胡昭为他效力 胡昭不愿意去 他这个疑似的徒弟也是有样学样 公元201年 22岁的司马仪被选拔为河内郡的上纪院 大概是在军政府里从事文书工作 这时候曹操迎奉汉先帝到许都 已经总揽了朝中大权 他听说司马朗 那时候司马朗已经在曹魏任职了 听说司马朗的弟弟司马仪的名气不小 就打算把他也挣扎到自己的身边来工作 没想到司马仪不给面子 说自己有封闭症 实际上司马仪是不愿意去 后来曹操发现司马仪有狼骨之相 我觉得实际上是傲气外露的表现 曹操自己也知道 有些人自持门第高 看不起他 这些人将来说不定就是隐患 所以派人到司马仪家看看 要是敢骗我就弄死他 曹操派出的人很精明 选择在夜里突然造访 司马仪早有准备 就躺在床上等着呢 一动不动 这才躲过了一劫 您别觉得装病很容易 不是说人家走了就没事了 还得一直装下去 这一装就装了七年 《记书》里记载 有一天突然下起了暴雨 正好司马仪家那天在院子里晾晒书籍 司马仪爱书 况且在床上躺着也只能看书 这一下司马仪急了 忘了自己正在装病 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去收书 结果家里有个婢女看到了这一幕 大吃一惊 何着咱老爷没谈啊 你看连婢女都不知道真相 这装子得多累啊 当时司马仪已经娶张春华为妻 张春华怕事情败露 亲手杀死了这个婢女 杀完之后洗洗手就做饭去了 司马仪点了点头 这娘们果然是我的菜 要知道啊 张春华当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小丫头 就如此果敢下手狠毒 从东汉末年豪强并起到三分天下 诸侯们把脑袋别裤腰带拼了一辈子 最终却被司马家归于一桶 多半是靠司马仪出类拔萃的忍耐力 当然这对夫妻啊都不是正常人 后来司马仪还是出山了 公元2008年 曹洪想把司马仪请出来 给他这个大老粗补补课 等曹洪的人跑到司马家一看 七年了 这哥们还拄着拐呢 司马仪说了 我这身体还是不行啊 曹洪很生气 明摆着你就是看不起我 就到曹桑上去说司马仪的坏话 曹操这才想起来 还有这么个不肯征招的司马仪 就让人带着兵去司马家 说这小子啊 要是还假装卧床不起 就直接给他抓了 司马仪脑子转得快 一看这次是玩真的了 扔了拐杖就跟着夫人去了 从这能看出来啊 司马仪进入曹魏政府 完全是被逼无奈 不情不怨 这也注定了 在他给曹家效力的几十年里 多数时间都被提防和猜忌 所以司马仪在曹魏的仕途 绝不会一帆风顺 好了 关于司马仪 咱们先讲到这 咱们啊 抽功夫写好文案 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